好,接下來的環節,我們很高興 請到兩位MMG界的高手 分別是Donald和宇文俊 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綜合格鬥是香港發展的狀況 和未來的前景 我將以下時間交給兩位 好 詹鹿就嚴重了 我是MMA的BB級的人馬 這位就是阿文,Donald 阿文 他就是巴尤的黑帶利 也是香港第一代的MMA選手 我資歷很多 所以我充當主持的角色 角色高了這麼多 OK啦,我是半途出家 其實他也是 但我們也說一下香港MMA界的神秘面紗 我知道你是第一代的香港MMA選手 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你那時候會參加MMA 或者你是經過什麼途徑去打到MMA的比賽呢 或者我回憶一下我開始MMA的事件 我記得應該是2012年 當時我的師傅Henry 就問我想試試打MMA 中和格鬥 我知道MMA是什麼來的 但就不知道香港有人搞MMA 膽粗粗去試了一場 那時候第一場就不在香港 因為香港在那時候 是沒有任何本地的MMA比賽 是去東南亞其他國家 譬如馬來西亞、泰國等等的地方去打 而且我是沒有戰職的 作為一個新手 當時我要試第一場 我就去了馬來西亞打我第一場的MMA 當地那次的賽事 我回憶中 他都不是一個很大規模的賽事 是在一個酒吧裡面 擺了一個六角龍 他又安排了工作人員 又拳手 就打我第一場的職業賽 我連MMA都沒有機會去參與 因為因緣際會的巧合之下 就參加了一場 叫做普輝的第一場賽事 試完第一次之後 接種而來的第二、第三場 都是在東南亞地區 然後在泰國 又是馬來西亞 都是這兩個地方為主 講香港什麼時候 有我們自己本地的聯賽 應該是 IMPE那年是2016、2017左右的事 其實之前都有的 如果認識香港本地搏擊界 救心的朋友都知道 當年第一場本地賽事 應該是Legend Legend Legend 比我更早一倍的拳手 如果這樣算 我都算是第二代本地 孕育出來的MMA運動員 那麼多年來 其實演變發展都多了很多 其實 至少我們有自己 現在掃了出來 有JUST、MMA 還有一些 和MMA很近似相關的 Leak Grappling的Event 都慢慢有定期去舉辦 慢慢的拳手的圈子都越闊越大 這幾年是有這樣的發展 如果數回我當年 又沒有在香港到現在 有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改變 當時如果當我想練習 有些練習賽 我還很記得在北河街 和拳擊眾會 在他們每個月的比賽裡面 在最後那一場 加插一至兩場 就是給我們打MMA禮 當時都是要帶上頭盔 還有7盎司拳套 我記得都不是4盎司的 用MMA禮 打5分鐘、3盎司 我們自己在外面 其他館就配拳手 每個月定期 如果有賽事 混合到 就會去打 當時就在這個環境之下 慢慢一步一步建立 有給我們香港的本地運動員 去參加MMA賽事 我入MMA這個界別 就是好像是2017年 我們打修斗 我們打修斗 我想觀眾是少些去理解 香港的MMA發展 所以我覺得要credit一下 香港搞MMA比賽的組織 絕對要好幾個 第一代是Legend 之後就是 In... In... 如果說MMA徒例是In... 做到現在的JUST JUST JUST 剛才說的就是修斗 SUTU 這幾大的組織 都是有搞香港的MMA比賽 我說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個拳擊運動員 練了二十多年 因為有兩年被禁賽 打不到拳擊運動 所以我就轉去玩MMA 我第一場的MMA 其實就是由修斗的組織去舉辦 他們就是叫做業餘MMA例 落地就不打關靈攀的 但是立技拳腳 不打爭的 可以打塞的 即下了地就用審訊 制服 可以做韓服技的 聽上去就好像沒有那麼危險 沒有那麼高風險 亦都令到很多不同界別的運動員 例如 Grepple 即是琴譜 可能是游道游術的運動員 還有一些打拳腳 或者像我一樣 就是只打拳擊的運動員 都可以轉到進去玩這個運動 現在剛才阿文都說了 JUST就是很努力地繼續在搞不同的比賽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多些 因為MMA在香港也是一個新起的運動 雖然都這麼多年了 但是還是很初斷 很需要大家的努力和支持 不如講一下一些 普通人覺得MMA的謬誤 或者是給一些正確方向 謬誤 一般人就看張家輝的激戰去認識MMA 是不是練到很健碩就打到MMA 大隻和你好打是沒有直接必然的關係 第一件事是 MMA的最主要和其他搏擊運動最不同的 你覺得是甚麼 我覺得最大和其他搏擊運動是 由本質開始講 MMA大家其實最容易誤會的 他以為是一座一個武術 其實不是 MMA開始的歷史講 它是一個運動 它是一個賽事的規則 它是容許你用任何武術去進去打 基本上你贏就用甚麼都可以 那當然 排除極端的攻擊插眼 下音這些當然是打後腦全部不行 第一屆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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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是打下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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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C是可以的 沒有人會被你插眼 又會依靠你大拳號 其實MMA本來是沒有任何技術的規限 沒有說一定要你這樣 一定要你打下音 一定要你申請 沒有的 是這麼多年來 一個賽事下 經歷了很多 我會說是實驗 第一代誰贏 那個人這樣打 那就是這樣打 之後的人就會抄 打打下誰贏 其他的搏擊技 開始有優勢 就會變成一個主流 所以今時今日的MMA技術 其實是已經經歷過好幾代的演變 亦都另外一個很常見的 我以為是我第一次聽 MMA就是你懂得泰拳 你懂得BJJ 你加上就是MMA 這個又是另一個很美麗的誤會 因為中間A加B是否直接等於C 就不是 情況就好像如果我玩三落鐵人 我又練得會田徑短跑 我又玩過踩單車 兩隻加上就是三落鐵人 其實可能在技術上 和體能上 這兩個大範疇 都是很不同的 這個又牽涉到我自己 很個人的經歷 那我當初我是BJJ出身 我很少玩立技 Boxing也很少玩 MMA也很少去練 我是純粹因為MMA 我又要應付那個賽例 我才是半途出家 走去學拳腳 是這樣的 那中間我在當時的練習的平台下 其實很難找到一個 純粹針對MMA技術的地方 比如去練 除了師傅 只有他一個 想找到一個做Training Partner 當時都是不好的 變相我自己想覺得 我要握補我技術上的不足 我要走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從泰拳館 Boxing館 去請教其他師傅 我站在這裡應該怎樣打 我最後要處理兩個地方 第一 真的由零開始學習 某方面的立技 然後第二 問題 我怎樣把它融合 在MMA賽事 變成幫到我的技術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體能上也是 我覺得我的體能天生不是特別好 我怎樣加我的體能呢 我的認知當時是很少的 是否去健身室 舉鐵 練大隻 跑就夠呢 那怎樣練呢 我當時很記得 我第一次看到有Cross Fit 我看到他們抱著 又重 又鬥快 又鬥大力 好像會不會 咦 那就是我MMA要做的事 又走了去練Cross Fit 練到體格是真的有改善的體能 但是 還未直接應用到MMA的層面上 體能 所以我自己過來 這麼多年來 在訓練上最深切的體會是 它是一種很需要去針對磨合的東西 在技術上和體能上的層面 兩者 在今時今日 你需要專門地研究MMA的技術是甚麼 MMA的體能是甚麼 你才可以成為 有機會成為一個入流的權手 對 我想在這裏都為大家講一下 簡介一下 究竟MMA的技術體系 以我這麼粗疏的理解 其實都是分兩大派的 就是Striking和Grepple 那不是說 我學了MMA的Striking 或者MMA的Grepple 其實MMA就是把Striking和Grepple 兩大範疇的東西混在一起 那就不要獨立分開練 你可以在Striking 即是打擊技能裡面 可以發揮到琴譜 又或者是不給別人琴譜的技巧 又或者你在琴譜的時候 可以發揮到有Striking的技巧 打擊到別人的技巧 那這個就是MMA了 那我跟阿文就不同 阿文就是一個巴猶黑帶的教授 我就是一個很資深的拳擊手 小弟 對 小弟 我轉去打MMA的時候 其實都是 都是惡補Grepple 不想被人拉到地下 我盡量想拿拳去打擊對方有效一點 所以那時候就接受了很長時間的Grepple訓練 都是在巴猶練習 就是下了地之後不要被人瞬間就搞殺到 那到後來就練這個 即是Anti Take Down 不要被人落到地 那小弟的比賽 都是只有一場被人拉到落地 就是上不回來輸了 其他有些都可以立地完成 那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但是我想說一下究竟 作為一個Striker 去轉去MMA的練習有什麼困難 那又可以說一下 一會兒問阿文說一下 一個Grepper 一個練開柔術的人 怎樣去轉MMA 有什麼特別的困難 那我想說就是 其實因為我很專注的法力系統 就是我的訓練 就是我的教練 是要求我的法力都是清晰 都是明知自己 就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我在初期練MMA的時候 就非常之混亂的 因為Boxing的打擊力 是大多時候都是做推來做輸出的 即是Pushing是做輸出的 但是柔術呢 就是很多時候要做前鬥 都是做拉的 做Pull的 整個身體的肌肉那個協調 是剛剛相反的 那在初期的時候 又不懂得練 經常都用很大力去捉住別人 因為害怕 因為害怕 害怕被別人搞殺 或者被別人拿了很漂亮的 position 例如被別人拿了背 take back 那我就用很多力 那時候就經常會拉傷自己的 那些頸啊肩啊肩啊肩膀啊那些位置 那也都受了一些很多無謂的傷 那所以我覺得練習那個 如果你們是一個striker 要轉去MMA那裡 你就要真正去做好一些練習量的分配 就是不要太過急進 循步漸進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一個 我想好insight才說得到 就是你由一個striker 呢落到地呢 那個世界是很不同的 因為呢立技呢 雖然我們都經常 我教練都經常都叫我 不要用眼睛去看對方的拳 但是你怎樣都是很大的程度 都是depends你的visual 去看對方擺著甚麼guard 或者出的甚麼招 或者他在保持著甚麼距離 雖然我們通常都是用打擊感去找那個 那個關系出來 但是眼睛都始終是走不開 但是呢落到grabble的世界呢 常常都黏住 其實你甚麼都看不到 就是呢練巴遊的時候 經常被人打力lock 或者被別人take a bet 或者被別人take a bet 你都看不到對方 所以你要靠整個身體的感應呢 去做應對呢 那個感覺又是很不同 是另一個世界 那基於你又看不到啦 就是很恐懼啦 你的體能消耗就很大 就是剛才阿文說的 究竟MMA裡面 怎樣做分配呢 因為striking的striker 立技的力量呢 通常都應該是放鬆放鬆爆發 放鬆放鬆爆發 做到一個循環 但是你到了有grabble 有clean的世界呢 你又要整天都maintain著一個強度 但是呢 你太鬆又會被人捉落地 如果你不鬆的話呢 你又發不到力去做打擊 那這個有這方面的困難 那作為一個grabble 你又有甚麼特別的困難呢 就轉戰MMA 如果最簡單grabble的難題就是 就是剛才的東西反過來啦 那我當然是站在那裡很懶 捉不到我的距離 我想用一個例子 讓大家具體一點去明白 當我和阿Dae striker 大家幻想 我們站在那裡打 拳腳 我跟他之間的距離 是很明顯有一段路程的 當拳 由這裏去跌 去打我打去 我們是有距離的 我的力傳送去 距離是這麼多 如果這段路程 你猜一下我的手的動作夠快的話 我好像有優勢 在striking的角度 反過來打grabble 抱著這麼近 沒有路程可言 如果我說很快 很快 在這個狀態下 你猜一下我會不會有優勢 相對地比起這個 我覺得是少的 這個就牽涉到grabble 和striker 在體能方面的表現 有一個很基本上的分野 我自己認為 一個是速度上的肌力 speed strength 另一個反過來 是純肌力的表現 想一下 我在這裏 我要做的是打他 我碰到他 被努力輸出 我基本上 就做到我要做的事 我會贏 這裏這麼近 我很難打他 我要做些甚麼 tick down 即是甚麼呢 將他的體重 由起身 到躺下 再摘住他 在有距離和沒有距離 兩個根本上不同的情況下 我要做到的體能表現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要留意 沒有開足夠的比賽 見到grabble 和striker 他們看他有甚麼分野 我自己看第一件事 striking 通常的活動 姿勢動作是快一點的 速度性 強一點的 grabbling 如果打了tick down 好像很緊張 但是好像很大力 衝過來一抱 跌 叮 他們應付到很大的重量 雖然那個動作看下去很慢 我搬一個人 拿起 叮 可能兩至三秒 那一拳 那一拳 KO 半秒的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對striking 和grabbling 那個運動表現 一個其中的方向 一個很大的分辨 我覺得 所以說回我自己 那大家都猜到 我只顧著擁人 擲人 我是一個很慢的人 我是 我自問 這個是我自己的弱點 都可以說我的特色 那我想完善我整個 搏擊選手的能力值 我想針對我躍汗 走去練拳擊 即是說我要多一些 速度性的調整 那我相信 阿Day其實剛剛說的問題 都是一樣 他很速度 很準的 這個距離他很有信心的 下去那麼近 就馬上很不習慣 因為他足足十年 十幾年 二十年以上的運動習慣 都不是給他這個 相對地 你弱的東西 就會越來越弱 強的東西 就越來越強 那麼MMA很公平的 你除了 將自己的能力值完善之外 你都要其實最終 打你自己的強項出來 我不能力值 我不用跟你鬥 你擋到我 然後在一定 某個你想要的環境底下 你就打自己的東西 你就禁止我 其實那個遊戲 是這樣去玩 可以是 當然說 你強的東西越強就越好 你沒有弱點 當然是越來越好 那麼中間 沒有一個 我覺得 現在 你看UFC 什麼都好 所有頂尖 一流的選手 他除了基礎的能力 我剛剛說 grabping也好 striping也好 他都很強 一定水平 不僅是 他是有自己的game plan Kabeet不用說 Rabella這些不用說 你馬上說 如果有留意 說得出兩隻分別是什麼 一個靠什麼去贏 一個說 另一個靠什麼去贏 就是他們掌握到 自己身體的特性 而且 在應付到 面對不同類型的選手 他怎樣去 化解他們的強項 再打回自己的強項 在運動比賽上 已經是很合理的做法 一個是 主流一個 拿勝利的方法 在訓練上 和比賽的技巧上面 那麼我覺得 如果 香港想 在一個選手角度 需要的東西 就是有沒有一些環境 再找人去研究 提供什麼環境 去挑戰自己的弱項 再幫大家 深化我的強項 這是我看到 暫時要做的方向 我自己 還在訓練的 一個MMA選手 我覺得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客觀的 就是 怎樣可以 做到 MMA的 Spa-ling 因為我作為一個 Striker 我們會戴10 即夠厚的拳道 去練Bossing 但是 MMA的手套 是很薄的 是露子的 如果不用露子 有時候 Grepple 練得比較難發揮 你捉不住人 你又要練露子 但是你又要練得到 打擊 不去弄傷你的Spa-ling partner 這個就是 有點難度 我們都摸索了很久 即是換了很多 不同的護具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 都好像是 關於選手 可不可以控制到自己的輸出 去練習 這個是比較重要 以你所知 香港現在 Course Platform 又練Striking 又練Grepple 的地方多不多 同一個地方 又練Grepple 又練Striking 是有的 大家小心 不要誤會 如果 譬如 Grepple 那個地方 代表一間拳館 有BJJ班 有Striking 有Bossing班 是否一個 很適合練MMA的地方 它有條件的 但是 還未做到我剛才所說的 再下一個層次 融合 因為 再將它變成 MMA 自己本身 這個活動 去應付的技術 是要再做一些轉移的 即是 Train and Mix 只是那間拳套 大開拳擊手 8oz 10oz 4oz 都是打擊技 都要一段時間去摸索 距離感 觸感 和破壞性 是兩回事 我覺得 香港 這些地方是有的 但是 很針對性 鑽研 MMA 技術 融合到兩者的地方 都仍然 有 不是多 我覺得 如果 很簡單地問 如果 我 在初歌 即是搏擊初歌 我想 打MMA 應該由哪裏開始 如果你是搏擊初歌 MMA 有很多途徑 如果你真的零 八至一章 其實 你可以進去一個MMA 假設 如果你找到地方 又或者你選了其中一項 你選擇 你選擇 從Grapping開始 又或者從Striking開始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最後一個必須要經歷的 check point 就是 你是不是在MMA的 搏擊規則下 去進行一個練習 或者對練 至少Spa-ring 我認為是 Spa-ring 又牽涉到一個很基本的底線 剛剛所說的安全 安全包裹很多因素 環境安全 你的對手 適不適合自己 你的護具適不適合 你的狀態技術 水平夠不夠你去保護自己 減低最低的傷害 當你一進入了一個 適合Spa-ring的條件 其實 你已經開始可以摸索 MMA的訓練 你裏面 你需要些什麼先 我就傳統一點 我覺得是 應該找到一瓣 無論Grapple或者Striking 是自己可以 Master到 即是 你已經達到某一個水準 不知你才去撕裂其他東西會好些 否則 你如果很虛幻 就是要打MMA 因為MMA實在太多 犯數了 其實Striking 和Grapple 這兩個分野 其實是很粗疏 因為 Striking 又有拳 又腳 又搶 就算打MMA 不打搶 你也有拳腳 你有Kinch 近身去前頸 到Grapple 有Shot 即是take down 即是take down take down 即是有Control Control 即是有Submission 有Submission 即是有Grapple 其實數了出來是很多範 所以如果你一個搓手 要面對這麼多東西 都很手忙腳尿 加上最大的問題就是 受傷的問題 就是如果兩個都是那個項目的專家 譬如我是柔道的專家 我和一個新的同學練柔道 我會教他怎樣跌 他怎樣給我捉 或者你怎樣回答我 但如果你兩個都不是柔道的專項 但又很想打take down 你就很容易被對方的體重 摘一摘出事 即是我覺得很多時候的受傷 不是說這個運動很高風險 而是大家每一個範疇 未去到那個水平 但是又可能不小心 勉強了一點點 拼命地做某些事情 令到他受傷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都是回歸回去 那個訓練安全 訓練的指引應該怎樣做 這個我相信 無論你學是否MMA 或者其他搏擊運動 都是應該要一個common sense 我覺得 怎樣知道自己的能力探製去到哪裏 再選一些什麼環境 用什麼程度的訓練去合適自己 你沒有傷 基本上不可以說你有錯 你繼續來訓練 你會慢慢摸索到自己 你原來哪一部藥 你要繼續 要哪一部自己 最擅長打的 你一定會摸索到 我覺得傷心 因為剛剛那個session 叫什麼名字 Ivan Ivan 都很強調 在說運動創傷 雖然我和阿文都是一個MMA選手 但其實我們去專注那個運動傷害 安全那些東西 是比其他人都是著重很多 所以不要以為 搏擊運動員就是一些不要命啊 很喜歡流血啊 弄傷人家那些人 我們就是非常之嚴謹地處理自己的安全 所以才會在這個技巧上發展出來 所以那些影視裏面作品 說那些人打到流血啊 不要命那些 其實真的是電影效果或者小說很煽情 真正的我們其實很理性 又很小心謹慎 所以練搏擊的人 就千萬要愛惜自己的生命 以及注意運動安全 人沒事人死才可以計算 沒錯沒有事才可以做世界冠軍的 OK 好 差不多了我們 差不多了 好 那好多謝兩位分享啊 那聽完兩位分享之後呢 那我都很高興啊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呢 還有很多不同的空間啊 發展的方向啊 之後MMA是香港的發展的 不同的層面啊 無論是初班啊 中班啊 或者是怎樣可以不同的技巧啊 都有一個學習啊 又或者甚至要去到再高階的 要不同技巧的一個融合啊 一個全面的訓練啊 又或者剛才Donald提到的 一個很獨特的訓練 去設計給一個人 因應他的戰術的需要啊 又或者是 因應他的打法 而要安排一些特別的訓練 給他的時候呢 那這些都是一個 未來發展的方向來的 因為要提升那個技術 就要有這個方面的提供啊 這樣啊 那其實那個 發展的空間就很大的 那就是今天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預防創傷啦 那大家 等大家都知道 原來 原來不是MMA 打完就會 手斷腳斷啊 這樣啊 會流血啊 原來 預防創傷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著重的要點來的 在訓練的時候 都很重視這件事的 那大家可以了解了 原來MMA 是一個這樣的運動來的 那今天都很多謝兩位 一個分享啦 還有 就是讓大家 重新認識 MMA OK 好 那這個環節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